三杯皮蛋 诶 不是 不是 這什麼牌子的啊 不是有一個洞嘛 氣死人了 保證學得會的大廚菜 那這一道呢 我們是非常多好朋友喜歡的 叫做三杯皮蛋 有一個重點呢 在我們1 2 3 我一定要告訴你 就是這個皮蛋呢 就是滿現成的 但是 你一定要把它蒸過 切蛋呢 就是前後拉 不要用壓的方式 其實皮蛋呢 在台灣人啊 真的滿喜歡吃的 當然喜歡吃的狗狗的 那你說做料理呢 把它蒸熟 它是做起來會比較漂亮 好來 這樣子 我們就來setting一下 诶 是新的一道嗎 沒有了 沒有 你已經講過了 好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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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經講過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還是生死了 倒不出來 好笑死 哇 是不是你這一段 哇 稍許 接下來就是要我們的皮蛋 把它裹一點點的粉 中筋 吸筋 不是 中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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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筋 高筋都沒關係 我怎麼說吸筋呢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其實很多網友會覺得我們可以 其實我們都沒有蕊過 其實我們都是很自發 真性情 對 好香喔 黑麻油味 好香喔對不對 來 換煎炸的方式 讓它表面呢有一點點焦化焦化 這樣子吃起來會比較爽口 來 不要換鍋嗎 不用不用不用 來 再一點點的麻油 欸 為什麼 你自己放的喔 不是 自己放的喔 這什麼牌子的啊 不是有一個洞嘛 氣死人了 好來 沾了少許的油 蒜頭 薑片以及辣椒 拔邊香 哇 那接下來就要大火 醬油膏 蜜酒 水 還是要帶一點點湯汁啊 才比較好吃 好來 夠一點點的毛茄 最後我們的九層塔 這樣就完成了 香噴噴 而且非常下飯 既健康又好吃 希望各位們 你會喜歡三杯皮蛋 謝謝 來 每個禮拜 一句客家話 這叫 七層塔 七層塔 客家是七層 那 國語就是 九層 七層塔 這個叫 七層塔 來 現在要跟開屁邊就對了 來